但是你哥们都觉得他败金 当时我也只是想哄他开心 没想这么多 你就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开心就可以了 你觉得我开心吗 那个包像五千块钱 我一直供在那里呢 我都不敢背 供在那 对 五千块钱的包 我像我都不敢背 我就放在那里呢 而且你身边的朋友都说 我是这样的人 但事实是我觉得我自己 我自认为我很懂事的一个人 不是 这个我问一下 仅仅就因为这一次借钱 还是说这种事 其实也频繁地发生过 就是还有出去吃饭 吃饭怎么了 他会点一些很贵的菜 就 这个不是你 特别喜欢吃的吗 什么什么的 他朋友就说 就会觉得吧 就是你看这种女的 就会就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什么的 还有什么事 是你不能接受的 就像前不久吧 我闺蜜跟我借了 一千多两千块钱 然后我跟我闺蜜就要嘛 因为那时候经济比较紧 我就问她要了一下 她就跟我说 她没有 然后就吵了一下嘴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和我闺蜜的事情 对 但是她不知道 从哪听来的 就跑去跟我闺蜜 吵了一架 不是 你跟人吵什么呀 当时她打电话 问闺蜜要钱嘛 然后跟闺蜜吵架 看到她设委去 我就特别生气嘛 然后我就找她闺蜜 说了一些狠话 你说的什么狠话 她还说我闺蜜什么 钱品不是人品 你这种人不配合我女朋友 做朋友 你给我滚 以后别来找我女朋友 我后面是 从我另外一个朋友口上知道的 我现在怎么跟我闺蜜解释 她都不听 还叫我滚 你现在才不陪我做朋友 我问问她 你是觉得她闺蜜 欺负了你女朋友吗 还是说她不还钱 哪件事让你气愤 她欺负我女朋友 我挺生气的 这个男生好厉害 就是是在你的世界里 除了她没别人了 对不对 孩子 是的 她就是我的唯一 她是你的唯一 对 今天唯一是要跑是吗 我真的受不了她 我觉得我自己压力很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确实是这么对你的 是吧 对 她对你好吗 你客观地跟我们说说 好 她说你是她世界的唯一 她只是嘴上说说 还是你也是这么感觉的 有的时候也有行动 有的时候她就是嘴上说说的 她不顾忌我的感受 明白 就如果她现在找一份工作的话 这个男朋友就算好男朋友了 是吧 就是如果以后她找一份工作 然后做什么事情 跟我商量一下 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还要跟你商量 就是她 比如就是我闺蜜这件事 还有她买包这个事 她就应该跟我说一下 她要跟你分手 你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 我不想失去她 但是我对她所有的好感觉 她都不能理解 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 但是我只要付出她能够开心 我就很高兴了 她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事 还有奇怪的呢 就是她爸们那件事 我就说我们两个真的是 没无以来可言 然后我就这么跟她一说 然后她说 好 那我明天回去 把我家的户口本 拿来我们两个去领结婚证吧 我就觉得很害怕 害怕什么 这我觉得她做事不带考虑的 冲动是吧 对 然后她还把那个 她的所有那个微信 你信号那些全删了 她就说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 我就觉得很正常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不是我觉得你很重要吗 我这样不是为了表现我的真诚吗 你这样做让我觉得 我自己压力很大 我真的是那种 很累很累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心里每天都过得 特别慌 特别懵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自己 两个单纯的孩子 面对一场爱情的时候 尤其是男生 对吧 我觉得这是真爱和唯一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女生真的害怕了 女生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QB特问卷